炸猫 我也是不容易啊 你看我戴个口罩 还要给大家录视频 我现在在沈阳已经过安检了 然后准备去 人川机场 首尔的人川机场去等 去等王大猫 早上因为戴帽子了 因为冬海太冷了 所以头型特别差 给大家看一下吧 机场都没有人 一点人都没有 特别空 看 这就是 沈阳机场 进来之后新鲜娘娘 几个人 虽然 虽然 这次拍视频 还挺难的 因为可能听不清嘛 但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做好防护工作 所以说就不得不到哪儿戴口罩 现在口罩还不好买呢 对 一天就要用一个医用口罩 然后 到了韩国之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录一个韩国之旅 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的好吃的 或者好玩的 话不多说 让我们走吧 哈哈哈哈 你们都看不到我的面部表情 只能看着我这好久 感觉好久没睡觉的眼睛 嗯 那就先这样一会儿等遇着渣猫再给大家录 拜拜 终于下飞机了 大家好 我来到了韩国 现在去找渣猫 刚才还出现一个小插曲 刚才我把那个护照拉在那个飞机上了 这是第一次 因为想见老大猫的心情太强烈了 所以把护照拉在飞机上了 还好常务员及时帮我找着他们还挺好的 然后我受到了内撮 因为全班级的人几乎都会说韩 韩语 我决定要振作精神 好好学韩语 然后再回来 这就是我的护照 给大家看一下我 给大家看一下我就是的护照 要填好多东西 这个第一个是那个入境单 第二个是那个申报 有没有病 第三张是申报带没带超过多少钱东西 总之吧 韩国的服务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真的 乘务员什么的还比较好 然后对小孩比较好 其他的话 也比较方便吧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到韩国 所以说我做东西还是要先看一看 然后最主要最主要的是 我要见到大猫猫了 哈哈哈哈 一会儿录一下 看他见着我到什么本 大家拭目以待 也挺多人的 跟谁啊 不一样 看韩国也挺多人的 而且还挺宽敞的 外园就是 外园就是 一分机场到首尔市区的公共交通 很方便哦 第一种 机场线地铁 大约一小时 TETR航站楼都可搭乘 只要在航站楼超市或地铁口 购买公交卡即可 但是只收现金 大家注意提前准备好开收 第二种 乘坐机场Bus 记得下载Google Map 输入酒店的地址 就会知道相应的Bus号 例如6005 6015等 单程一万五至两万韩元 也是只说Cash哦 第三 有钱的话可以打抄哦 Hello 大家好 我们俩来到了韩国 看穿着跟那个 王大妈 王大妈都赏子哑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出门的行讨 像我的话就是里面一个高脸 配一个白T恤 然后背着我的Supreme的小包包 然后穿一个 韩国人满大街都是的羽绒服 然后穿了一条牛仔裤 随便穿了个外子鞋 就出门了 我是都没土巴巴护打法 配衬衫 别穿然后穿一个那个 大铁 不是人造的 人造大铁 但是太热了 奉献小伙伴们冬天来韩国 可以不用穿牛仔裤 然后穿了一个牛仔裤 配一双彩色袜子 还有一个鞋 好 我们要开启韩国第一天了 今天要去明栋 去把那个最难啃的 对对对 说好多人说那个明栋 和那个宏大 是特别low的 就是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 然后我经过王大猫的护理 好一点了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还有在下飞机的时候 跟王大猫说 王大猫说 王大猫说得了黄胆钉 然后我们今天去明栋 去黄大 去逛吃逛吃 有会见了 有会见了 给大家录好吃的好玩了 然后来 吃了 然后我们住的是City Hall 然后City Hall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高层们在楼下 缩烟 给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韩国高层在楼下 缩烟 是一个我们酒店附近的一个公园 看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会不会会打呀 说韩国男子有多凶烟 就跟我爸爸一样 凶烟应该吃 我们现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 再介绍偶遇了这一家店 感觉这就是我的天堂 妈呀 Strawberry Heaven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等我 这是Egg Job的Egg Job 网红三明治 然后他们家咖啡没了 我就去隔壁买了其他的咖啡 还有我刚才心心念念的草莓 牛奶中生成了 要让我拿猫给大家尝一口 好吃啊 好吃 什么感觉 看里面有培根鸡蛋 这是Double培根的吧 Double是的 有cheese有培根有鸡蛋 都改成蒜香的 蒜香的是吧 把那边面包改成蒜香的 然后加起来是五千亿韩币 五千亿韩币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五刀吧六刀 你来看它有各种他们家摆的小样 我觉得韩国他妈的随处快都拍照看 好好看 你给我拍一张呢 就这个 哇好好看 Nerdy这个店太宝了 就有涂鸭墙 然后这边还有nerdy的cafe 然后这还有小宝宝涂鸭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二层的楼梯 然后这边现在正在sell 我们赶的时间比较好 过年嘛 然后跟我们一起进去吧 我刚才给猫猫买了这个 这家还挺好看的 还有这家我买的 那里 圆堂土豆大骨 哎 这家 大众点评拍前面是吧 看看好不好吃 看看好不好吃 这是他们家的所有东西 走 这个是我们来韩国的第一顿 跟澳洲不一样的是给大家看看小菜 这是鱼饼 然后这是辣萝卜 这是 这个不错 这个焦感觉不错 这是感觉像烤辣白菜 然后这是土豆排骨锅 看看跟一木家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 看看跟一木家有什么区别 但目测配料的话应该挺好吃的 是吧 人还挺多的 来王大猫 开心吗来韩国 开心 买的好吗 就有点累 一会让我们尝尝 尝尝 那个 西年的饼 嗯 他更麽 这点 明天觉得很扯但是很扯 这个呢 是萝卜吧 萝卜是不是一般 萝卜差不多但是这个 这个不是那么的 心里倒好像有点发劲的 就是一个有点过酸 它这个萝卜过酸 我比较期待这个 这个一看就不错 这个这个看看是白饭的 这是家属的 心里都是用的 所以自己加盐的 你确定 你有点邪惑 有点不邪惑 像烫烤的拍子 真的假的 好喝吗 超好喝 你把这个搅拌一下 我跟你讲 这虽然有点行 或者底部行不行啊 感觉拍给时间了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你再喝喝它 这个汤呢 看看怎么样 麻烧了 麻烧了 真的好吃 这是真的超级好吃 它都特别大 还炖的特别入味 我觉得现在没有苏子叶 我觉得苏子叶是灵魂 一定要放苏子叶炖 以后回去我也这样炖 然后这个汤超好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汤特别入味 汤不仅有苏子叶味 还有排骨味 还有土豆味 它很神奇 光是不腥 对 排骨不腥 然后再加上 配这个小菜吃 特别煞口 然后它这个排骨真的是 把肉已经炖烂了 就是你轻轻一撕 肉就能从排骨下来 再加上里面还有金针膜粉条 粉条 粉条我觉得是 叫细粉 细粉是东北人吃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原来以为 悉尼开的韩国 还吃的已经够厉害了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还是韩国本地更狠 我觉得这泡菜特别好吃 这下泡菜特别好吃 这下泡菜特别好吃 给大家看一下 几乎所剩无几 就剩了点汤和土豆 然后菜呢 鱼饼比较好吃 这个没怎么吃 因为顾不上吃了 然后这是骨头这辣椒 总体上来讲 吃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 如果再要一份香喷喷米饭 倒进去 一吃 绝对绝了 今儿份分享完毕 我们俩吃完土豆汤 就看到对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什么让我们仔细一看 这是北连的咖啡和食堂 哇这么大金康 这楼贼高 看整个都是北连的 太牛了 决定了 我觉得只有韩国才有这种牛逼的地方 来让我们走 看一看究竟 我好好看啊 你要那个M的 我觉得S就行 行行 好看好看完 就这一件 再换一件 嗯 好看 你转过来 好看 你还是要小一点 哇这个好好看 好看后面呢 这好洋气 嗯这个好看 就这个 嗯嗯 这叫M号用的S号 S号也行 S号也行 嗯 嗯 对 处处韩国的北连的洋气 对啊 这就是同意 我们俩来到了Wonder Place 给你看看韩国人的恶趣味 好好笑哦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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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哇 那 我看你 好棒 好棒 好棒